大家好 一般正常来说 胡花果长果之后 都不建议大家给它施肥了 如果说大家想要它挂果多 那么我们一定要在挂果之前 给它下足底杯 因为胡花果它跟其它花卉 跟其它果素不一样 它需要的钙元素含量比较高 而且它挂果也比较多 需要的零元素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养护胡花果 一定要给它追尸骨粉 骨粉它里面的零元素非常的丰富 而且钙元素也比较多 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胡花果 在生长过程中 需要的两种元素 也就是零元素还有钙元素 因为胡花果它比其它的花卉 需要的钙元素要多出好多 所以骨粉中里面的钙元素 就可以满足它 还有零元素 又可以促进它挂果多 我们使用这种胡粉不需要多 大概两个月三个月 给它追尸一次就可以了 每次使用的时候 且埋到盆的边缘 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胡花果 生长健康容易挂果 当然了 除了给它追尸骨粉之外 我们还要结合其它的一些肥料 比如说复合肥水肥等等 我们给它施肥都要多元化 不要太单一 这样就可以养好胡花果了 好了下期再见